好 我们再把镜头转回台湾 位在桃园县的藻礁海岸 正面临迫切的生存危机 环保团体呼吁政府赶快划设自然保留区 而台南大学附设小学的学生 最近也响应这项诉求 透过一人一信的活动 呼吁马英九总统要催生保留区 而这封信还没有寄出去呢 总统府就主动来电 表示会立刻处理 500多名学生高高举起亲手写的信 要寄给马英九总统 大家排队依序在信封盖上 特别设计的珍爱藻礁油戳 接着把信投进油桶 希望马总统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 在桃园观音海域化设藻礁自然保留区 希望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藻礁 为什么要保护藻礁 因为那是它已经有7500年的历史了 所以我们要不然 不然如果再污染的话 5年就会消失 桃园县有独特的藻礁海岸 但是27公里的藻礁只剩下4公里 勉强存活 藻礁由无节珊瑚藻构成 提供小型生物藏匿空间 是台湾西北海岸生态系重要的一环 而且一年只能生长0.1公分 桃园的藻礁 至少有7000多年历史 但近年来 饱受沿线工业区排放的污水威胁 当地团体常年呼吁 政府化设自然保留区 现在更获得距离200公里外的 台南大学附设小学学生的支持 校园中部分担任河川巡守志工的学生 率先在老师带领下 举办藻礁高峰会认识生态 接着活动扩散全校 有将近六成学生主动参与 一人一性活动催生藻礁自然保留区 周五早上信件还没正式寄出 已经获得总统府回应 这项校园生态教育已经持续一个礼拜 学生希望马总统赶快提出维护藻礁的具体作为 别让珍贵的生态消失 记者中文陈显昏台南报道 中文陈显昏台南报道